辛苦工作賺錢 很多人都想晉升有殼一族 但若買來的房子 實際擁有坪數比數字少一大半 作家吳淡如就分享 看到台中一間房約30坪 一坪賣48萬 內部卻僅有12.93坪 有方仲坦言 現在台灣很多公設 比高達35% 甚至已經比近四成 40喔 那看有什麼 有些不太合理 因為有些空間都浪費 這是我都加了 我還要這樣換別的 也是很奇怪 雜千萬買房 想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 不少社區大樓裡 有健身房 交易廳 閱覽室 高公設比反變成實際坪數 被灌水 有天花板及公設 小至同層龍的樓梯空間 電梯外的步道 大公設像是游泳池 或者水箱 機房等等 在台灣公設比有多高 全看建商說了算 基地面積比較小的危老案 或者是說一些推出來的新案 它戶數沒有這麼多 基地面積又比較小 分攤下來的這些公設 相對之下比較高 像是在大陸 公設比落在10%到30% 香港約25%到35% 近年也逐漸走上十坪計價 而越南的公寓面積 完全不會納入公設 馬來西亞除了室內面積 還有陽台 車位更直接用送的 日本號稱亞洲最優 只算房屋室內面積 陽台是送的部分樓層 甚至還送大陸台 其實都是屬於建商的數字遊戲 灌到我們可以忍受的極限 等於是室內的空間越來越小 公設到底平數是花在哪裡 非專業人士肉眼根本就是看不到 台灣不只高房價 高公設比也是名列前茅 澳政府說要改革 但到底花錢買房還是買公設 就看買屋族心裡怎麼想 記者黃明君辰宣 台北報導